历位纪 历位纪 第一章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对他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 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繁迹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他要按手在繁迹生的头上 繁迹便蒙悦纳 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载公牛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奉上血 把血撒在会幕门口 坛的周围 那人要剥去繁迹生的皮 把繁迹生切成筷子 祭司亚伦的子孙 要把火放在坛上 把柴摆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肉块和头 并枝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繁迹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 当作繁迹 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迹 人的贡物 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繁迹 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 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 在耶和华面前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 要把繁迹生切成筷子 连头和枝油 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全然奉献 烧在坛上 这是繁迹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迹 人奉给耶和华的贡物 若以鸟为繁迹 就要献斑鸠或是除鸽为贡物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 揪下头来 把鸟烧在坛上 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 又要把鸟的宿子和藏物除掉 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 把鸟撕开 只是不可撕断 祭司要在坛上 在火的柴上焚烧 这是繁迹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迹 立位纪第二章 若有人献肃迹为贡物给耶和华 要用细面浇上油 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 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 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 烧在坛上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迹 素迹所剩的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迹中为至剩的 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迹 就要用调油的无教细面饼 或是抹油的无教薄饼 若用铁奥上做的物为素迹 就要用调油的无教细面 分成筷子浇上油 这是素迹 若用尖盘做的物为素迹 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 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迹 带到耶和华面前 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 祭司要从素迹中取出 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乡的火迹 素迹所剩的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迹中为至剩的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迹 都不可有教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教 一点蜜 当作火迹献给耶和华 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 作为初熟的贡物 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新乡的迹 凡献为素迹的贡物 都要用盐调和 在素迹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 一切的贡物都要配盐而献 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迹 要献上空了的河穗子 就是压了的新穗子 当作出熟之物的素迹 并要抹上油 加上乳香 这是素迹 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 就是一些压了的河穗子和一些油 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 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人献贡物为平安祭 若是从牛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是母的 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按手在贡物的头上 在于会幕门口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 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也要把盖葬的汁油 和葬上所有的汁油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 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梵祭上 就是在火的柴上 使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人向耶和华献贡物为平安祭 若是从羊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 是母的 必用没有残疾的 若献一只羊羔为贡物 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并要按手在贡物的头上 在于会幕前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 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 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其中的汁油和整肥尾巴 都要在靠近几股处取下 并要把盖脏的汁油 和脏上所有的汁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伙计 人的贡物若是山羊 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 在于会幕前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 也撒在坛的周围 要把盖脏的汁油 和脏上所有的汁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作为新香火祭的食物 汁油都是耶和华的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汁油和血都不可吃 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历位纪第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欲以色列人说 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 误犯了一件 或是受高的祭司犯罪 使百姓陷在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 把没有残疾的公牛毒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 把牛载于耶和华面前 受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 带到会幕 把指头站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 对着圣索的慢子 谈血七次 又要把些血 抹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 相谈的四脚上 再把公牛所有的血 倒在会幕门口 樊祭坛的脚那里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汁油 乃是盖脏的汁油和脏上所有的汁油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汁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汁油 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盖血下 与平安纪公牛上所取的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烧在凡纪的坛上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 并头腿脏腹腹粪 就是全公牛 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倒灰之所 用火烧在柴上 以色列全会众 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是隐而未宪 惠众看不出来的 惠众一知道所犯的罪 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迁到会幕前 惠众的长老 就要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 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 带到会幕 把指头站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对着曼子 弹血七次 又要把些血摸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弹的字脚上 再把所有的血 倒在会幕门口 樊祭坛的脚那里 把牛所有的汁油都取下 烧在坛上 收拾这牛 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 祭司要为他们赎罪 他们闭蒙赦免 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 像烧头一个牛一样 这是会众的赎罪祭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 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贡物 按手在羊的头上 在于耶和华面前 在烦祭生的地方 这是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 占些赎罪祭生的血 摸在梵祭坛的字脚上 把血倒在梵祭坛的脚那里 所有的汁油 祭司都要烧在坛上 正如平安祭的汁油一样 至于他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蒙赦免 民中若有人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贡物 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 在那宰梵祭生的地方宰了 祭司要用指头 占些羊的血 抹在梵祭坛的四角上 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又要把羊所有的汁油都取下 正如取平安祭生的汁油一样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新香的祭 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人若牵一只绵羊羔 为赎罪祭的贡物 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 在那宰梵祭生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占些赎罪祭生的血 抹在梵祭坛的四角上 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又要把所有的汁油都取下 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汁油一样 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 烧在坛上 至于所犯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蒙赦免 立位纪第五章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见证 却不把所看见的 所知道的说出来 这就是罪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 无论是不洁的死兽 是不洁的死处 是不洁的死虫 他却不知道 因此成了不洁 就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 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 他却不知道 一知道了 就有了罪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 要行恶 要行善 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 他却不知道 一知道了 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 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时候 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并要因所犯的罪 把他的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是一只羊羔 或是一只山羊 签到耶和华面前 为赎罪祭 至于他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的力量 若不够献一只羊羔 就要因所犯的罪 把两只班纠 或是两只除歌 带到耶和华面前 为赎签祭 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凡祭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 从鸟的镜像上揪下头来 只是不可把鸟撕断 也把些赎罪祭生的血 弹在坛的旁边 剩下的血 要留在坛的脚那里 这是赎罪祭 他要照例 献第二只为凡祭 至于他所犯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蒙赦免 他的力量 若不够献两只班纠 或是两只除歌 就要因所犯的罪 带贡物来 就是系面 依法十分之一 为赎罪祭 不可加上油 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是赎罪祭 他要把贡物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 作为纪念 按献给耶和华伙计的条例 烧在坛上 这是赎罪祭 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 所犯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蒙赦免 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 和肃祭一样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 误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照你所孤的 按圣所的赦克勒 拿银子 将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签到耶和华面前 为赎签祭 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 要偿还 另外加五分之一 都给祭司 祭司要用赎签祭的公棉羊 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 他虽然不知道 还是有了罪 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要照你所孤定的价 从羊群中牵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棉羊来 给祭司做赎签祭 至于他悟行的那错事 祭司要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这是赎签祭 因他在耶和华面前 实在有了罪 利未记第六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 在林社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 行了诡诈 或是抢夺人的财物 或是欺压林社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 行了诡诈 说谎起事 在这一切的事上 犯了什么罪 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 起了假事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 也要照你所孤定的假 把赎迁祭生 就是羊群中 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迁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为赎迁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他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了罪 都必蒙赦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凡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凡祭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梵祭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 并要把梵祭摆在坛上 在其上烧平安寄生的枝油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肃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 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从其中 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 取出自己的一把 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 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 奉给耶和华为新香素祭的纪念 所剩下的 亚伦和他子孙要吃 必在盛处不带轿而吃 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的时候不可掺教 这是从所献给我的伙计中 赐给他们的份 是至圣的 和赎罪祭并赎千祭一样 凡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亚伦子孙中的男丁 都要吃这一份 直到万代 做他们永得的份 摸这些祭物的 都要成为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当亚伦寿高的日子 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 耶和华的贡物 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为长线的素祭 早晨一半 晚上一半 要在铁奥上 用油调和做成 调匀了 你就拿进来 烤好了分成筷子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素祭 亚伦的子孙中 接续他为寿高的祭司 要把这素祭献上 要全烧给耶和华 这是永远的定力 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 却不可吃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赎罪祭的条例 乃是这样 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凡祭生的地方 在赎罪祭生 这是至圣的 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 要在圣处 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凡摸这祭肉的 要成为圣 这祭生的血 若谈在什么衣服上 所谈的那一件 要在圣处洗净 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 若是煮在铜器里 这铜器要擦磨 在水中涮净 凡祭司中的南丁都可以吃 这是至圣的 凡赎罪祭 若将血带进会幕 在圣所赎罪 那肉都不可吃 必用火焚烧 立位祭第七章 赎千祭的条例乃是如此 这祭是至圣的 人在那里载凡祭生 也要在那里载赎千祭生 其血 祭司要撒在痰的周围 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是赎千祭 祭司中的南丁都可以吃这祭物 要在圣处吃 是至圣的 赎罪祭怎样 赎千祭也是怎样 两个祭是一个条例 献赎千祭赎罪的祭司 要得这祭物 献凡祭的祭司 无论为谁奉献 要亲自得他所献那凡祭生的皮 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尖盘中做的 并铁奥上做的 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 凡素祭 无论是油调和的 是干的 都要归亚伦的子孙 大家均分 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 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无教饼 和抹油的无教薄饼 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 与感谢祭一同献上 要用有教的饼 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 与贡物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贡物中 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 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 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祭肉 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 这祭必不蒙悦纳 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 反为可赠贤的 吃这祭肉的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挨了污秽物的肉 就不可吃 要用火焚烧 至于平安祭的肉 凡洁净的人都要吃 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 人若不洁净而吃了 这人必从民中捡除 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 或是人的不洁净 或是不洁净的牲畜 或是不洁可赠之物 吃了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 这人必从民中捡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狱以色列人说 牛的枝油 绵羊的枝油 山羊的枝油 你们都不可吃 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 那枝油可以做别的使用 只是你们万不可吃 无论何人 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枝油 那人必从民中捡除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无论是雀鸟的血 是野兽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血 那人必从民中捡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狱以色列人说 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 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 奋给耶和华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枝油和凶要带来 好把凶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 摇一摇 祭司要把枝油在坛上焚烧 但凶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 把右腿做举祭 奋给祭司 亚伦子孙中 献平安祭生血和枝油的 要得这右腿为奋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 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永得的份 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 做亚伦受高的份 和他子孙受高的份 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 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 就是在摩西告他们的日子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 给他们的 这是他们世世代代 永得的份 这就是凡祭 宿祭 赎罪祭 赎千祭 和平安祭的条例 并承接圣旨的礼 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 所吩咐摩西的 就是他在西乃旷野 吩咐以色列人 献贡物给耶和华之日 所说的 利未记第八章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 并将圣衣 高油 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 两只公绵羊 一筐无叫饼都带来 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 摩西就正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 摩西告诉会众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 用水洗了他们 给亚伦穿上内袍 塑上腰带 穿上外袍 又加上乙伦德 用骑上巧公制的袋子 把乙伦德系在他身上 又给他戴上胸牌 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 在冠冕的前面 钉上金牌 就是圣冠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用高油 抹帐篷和其中所有的 使他成圣 又用高油在坛上 谈了七次 用抹了坛和坛的一切机密 并洗着盆和盆座 使他成圣 又把高油 倒在亚伦的头上 告他 使他成圣 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束上腰带 包上裹头巾 都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他签了赎罪计的公牛来 亚伦和他儿子 按手在赎罪计公牛的头上 就宰了公牛 摩西用指头战鞋 抹在坛上四脚的周围 使坛洁净 把鞋倒在坛的脚那里 使坛成圣 坛就洁净了 又去葬上所有的枝油 和肝上的网子 并两个腰子 与腰子上的枝油 都烧在坛上 唯有公牛 脸皮带肉 并愤 用火烧在营外 都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他奉上凡计的公绵羊 亚伦和他儿子 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公羊 摩西把血 撒在坛的周围 把羊切成筷子 把头和肉块 并支油 都烧了 用水洗了脏腹和腿 就把全羊烧在坛上 为心香的繁计 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都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 就是承接圣旨之里的羊 亚伦和他儿子 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羊 摩西把血 抹在亚伦的右耳唇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 把血 抹在他们的右耳唇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把血 撒在坛的周围 取支油和肥尾巴 并葬上一切的支油 与肝上的网子 两个腰子 和腰子上的支油 并右腿 再从耶和华面前 成无酵饼的筐子里 取出一个无酵饼 一个油饼 一个薄饼 都放在支油 和右腿上 把这一切 放在亚伦的手上 和他儿子的手上 做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 摇一摇 摩西 从他们的手上 拿下来 烧在坛上的 繁剂上 都是为承接圣旨 献给耶和华 新香的火剂 摩西 拿羊的胸 作为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 摇一摇 使承接圣旨之力 归摩西的份 都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 取点膏油 和坛上的血 坛在亚伦 和他的衣服上 并他儿子 和他儿子的衣服上 使他和他们的衣服 一同成圣 摩西 对亚伦 和他儿子说 把肉 煮在 会幕门口 在那里吃 又吃 承接 圣旨 框子里的饼 按我所吩咐的说 这是亚伦 和他儿子 要吃的 剩下的肉 和饼 你们要用火 焚烧 你们七天 不可出 会幕的门 等到你们 承接圣旨的 日子满了 因为主教你们 七天 承接圣旨 向今天 所行的 都是耶和华 他吩咐行的 为你们赎罪 七天 你们要昼夜 住在会幕门口 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所吩咐我的 就是这样 于是 亚伦和他儿子 行了耶和华 借着摩西 所吩咐的一切事 历位记 第九章 到了第八天 摩西 召了亚伦和他儿子 并以色列的 重长老来 对亚伦说 你当取牛群中的 一只公牛犊 做赎罪祭 一只公绵羊 做凡祭 都要没有残疾的 陷在耶和华面前 你也要对 以色列人说 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又取一只牛犊 和一只绵羊羔 都要一岁 没有残疾的 做凡祭 又取一只公牛 一只公绵羊 做平安祭 陷在耶和华面前 并取调油的素祭 因为今天 耶和华 要向你们显现 于是 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 带到会幕前 全会众都进前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摩西说 这是耶和华 吩咐你们所当行的 耶和华的荣光 就要向你们显现 摩西对亚伦说 你就敬谈前 献你的赎罪祭和凡祭 为自己与百姓赎罪 又献上百姓的贡物 为他们赎罪 都照耶和华 所吩咐的 于是 亚伦就进谈前 宰了为自己 做赎罪祭的牛犊 亚伦的儿子 把血奉给他 他就把指头 站在血中 抹在坛的四角上 又把血 倒在坛脚那里 唯有赎罪祭的 枝油和腰子 并干上去的网子 都烧在坛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用火将肉和皮 烧在营外 亚伦宰了 凡祭生 他儿子把血递给他 他就撒在坛的周围 又把凡祭一块一块的 连头递给他 他都烧在坛上 又洗了脏腑和腿 烧在坛上的凡祭上 他奉上百姓的贡物 把那给百姓 用作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 为罪献上 和仙献的一样 也奉上凡祭 照例尔献 他又奉上宿祭 从其中取一满把 烧在坛上 这是在早晨的凡祭以外 亚伦 宰了那给百姓 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棉羊 他儿子把血递给他 他就撒在坛的周围 又把公牛和公棉羊的枝油 肥尾巴 并盖葬的枝油与腰子 和肝上的网子 都递给他 把枝油放在胸上 他就把枝油烧在坛上 胸和右腿 亚伦当作摇剂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亚伦向百姓举手 为他们祝福 他献了赎罪祭 梵祭 平安祭就下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 又出来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的荣光 就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梵祭和枝油 众民一见 就都欢呼 俯伏在地 亚伦的儿子 拿达亚比户 各拿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反火 是耶和华 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 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 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 要显为圣 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 摩西招了亚伦叔父 乌靴的儿子弥沙利 以利撒反来 对他们说 上前来 把你们的亲属 从圣所前抬到营外 于是二人上前来 把他们穿着袍子 抬到营外 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 以利亚撒 以他马说 不可捧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裳 免得你们死亡 有免得耶和华 向会众发怒 只要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全家 为耶和华所发的火 哀哭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 恐怕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 在你们的身上 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 耶和华小裕亚伦说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使你们可以将 圣的 俗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 耶和华借摩西小裕 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 教训他们 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 以利亚撒 以他马说 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炬中 所剩的数祭 要在坛旁不带叫而吃 因为是至剩的 你们要在圣处吃 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炬中 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 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 所摇的胸 所举的腿 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 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 平安祭中给你 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 所举的腿 所摇的胸 他们要与火炬的指油 一同带来当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只要归你和你儿子 当作永德的份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 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水汁已经焚烧了 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 以利亚撒 以他玛发怒 说 这赎罪祭既是至剩的 主又给了你们 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 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看啊 这寄生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 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 在圣所里吃这寄肉 亚伦对摩西说 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赎罪祭和烦祭 我又遇见这样的灾 若今天吃了赎罪祭 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 摩西听见这话 便以为美 历位祭第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你们小玉以色列人说 在地上一切走兽中 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提分两半 盗绝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那盗绝或分提之中 不可吃的乃是骆驼 因为盗绝不分提 就与你们不洁净 沙帆因为盗绝不分提 就与你们不洁净 兔子因为盗绝不分提 就与你们不洁净 猪因为提分两半 却不盗绝 就与你们不洁净 这些瘦的肉 你们不可吃 死的你们不可摸 都与你们不洁净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在水里 海里 河里 有翅有林的 都可以吃 凡在海里 河里 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 无翅无林的 你们都当以为可赠 这些无翅无林 以为可赠的 你们不可吃它的肉 死的 也当以为可赠 凡水里 无翅无林的 你们都当以为可赠 雀鸟中 你们当以为可赠 不可吃的乃是 鸟 狗头鸟 红头鸟 药鹰 小鹰 与其类 乌鸦 与其类 鸵鸟 夜鹰 鱼鹰 鹰 鹰 与其类 萧鸟 卢瓷 猫头鹰 脚趾 蹄壶 秃鸟 罐 鹿与其类 带人 与蝙蝠 凡有翅膀 用四足爬行的物 你们都当以为可赠 只是有翅膀 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 有足有腿 在地上蹦跳的 你们还可以吃 其中有蝗虫 蚂蚱 蟹蟀 与其类 蚱蟒 与其类 这些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有翅膀 有四足的爬物 你们都当以为可赠 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 凡摸了死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凡拿了死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凡走兽分体不成两半 也不到绝的 适于你们不洁净 凡摸了的 就不洁净 凡四足的走兽 用掌刑走的 是与你们不洁净 摸其湿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拿其湿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地上爬物 与你们不洁净的 乃是这些 幼鼠 石鼠 蜥蜴 与其类 蝙虎 龙子 手工 蛇衣 眼庭 这些爬物 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在他死了以后 繁摸了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其中死了的 掉在什么东西上 这东西就不洁净 这东西就不洁净 无论是木器 衣服 皮子 口袋 不拘是做什么 公用的器皿 需要放在水中 必不洁净到晚上 到晚上 才洁净了 若有死了 掉在瓦器里的 其中不拘有什么 就不洁净 你们要把这瓦器 打破了 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 沾水的 就不洁净 并且那样 器皿中 一切可喝的 也必不洁净 其中已死的 若有一点 掉在什么物件上 那物件 就不洁净 不拘是炉子 是锅台 就要打碎 都不洁净 也必与你们不洁净 但是泉源 或是聚水的池子 仍是洁净 为挨了那死的 就不洁净 若是死的 有一点 掉在要重的子粒上 子粒仍是洁净 若水已经浇在子粒上 那死的有一点 掉在上头 这子粒 就与你们不洁净 你们可吃的走兽 若是死了 有人摸它 必不洁净到晚上 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拿了死走兽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反地上的爬物 是可赠的 都不可吃 凡用肚子行走的 和用四足行走的 或是有许多足的 就是一切 爬在地上的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是可赠的 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 使自己成为可赠的 也不可因这些 使自己不洁净 以致染了污秽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 污秽自己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耶和华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是走兽 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 并地上爬物的条例 要把洁净的 和不洁净的 可吃的 与不可吃的活物 都分别出来 历位记 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若有妇人怀孕生南海 她就不洁净七天 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 不洁净一样 第八天 要给婴孩行割礼 妇人在禅血不洁之中 要家居三十三天 她洁净的日子未满 不可摸圣物 也不可进入圣所 她若生女孩 就不洁净两个七天 像污秽的时候一样 要在禅血不洁之中 家居六十六天 满了洁净的日子 无论是为男孩 是为女孩 她要把一岁的羊羔 为繁迹 一只除歌 或是一只斑鸠 为赎罪祭 带到会墓门口 交给祭司 祭司要陷在耶和华面前 为她赎罪 她的血缘就洁净了 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 无论是生男生女 她的力量不够限一只羊羔 她就要取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歌 一只为繁祭 一只为赎罪祭 祭司要为她赎罪 她就洁净了 利未记 第十三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亚伦说 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结子 或长了血 或长了火斑 在它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 就要将它带到祭司亚伦 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 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 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 灾病的现象身于肉上的皮 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 祭司要查看它 定它为不洁净 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 现象不身于皮 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 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 观索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它 若看灾病止住了 没有在皮上发散 祭司还要将它观索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再查看它 若灾病发暗 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 祭司要定它为洁净 原来是选 那人就要洗衣服 得为洁净 但他未得洁净 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 选若在皮上发散开了 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 选若在皮上发散 就要定它为不洁净 是大麻风 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 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 就要将它带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查看 皮上若长了白结 使毛变白 在长白结之处 有了红鱼肉 这是肉皮上的旧大麻风 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 不用将它关锁 因为它是不洁净了 大麻风若在皮上室外发散 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 据祭司查看 从头到脚 无处不有 祭司就要查看 全身的肉 若长满了大麻风 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 全身都变为白 它乃洁净了 但红肉几时显在它的身上 就几时不洁净 祭司一看那红肉 就定它为不洁净 红肉本是不洁净 是大麻风 红肉若复原 又变白了 它就要来见祭司 祭司要查看 灾病处若变白了 祭司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 他乃洁净了 人若在皮肉上长窗 却治好了 在长窗之处 又起了白街 或是白中带红的伙伴 就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 若现象蛙鱼皮 其上的毛也变白了 就要定它为不洁净 使大麻风的灾病发在窗中 祭司若查看 其上没有白毛 也没有蛙鱼皮 乃是发案 就要将它关锁七天 若在皮上发散开了 祭司就要定它为不洁净 是灾病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 没有发散 便是窗的痕迹 祭司就要定它为洁净 人的皮肉上 若起了火毒 火毒的鱼肉成了火斑 或是白中带红的 或是全白的 祭司就要查看 火斑中的毛若变白了 现象又深于皮 使大麻风在火毒中发出 就要定它为不洁净 使大麻风的灾病 但是祭司查看 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 也没有蛙鱼皮 乃是发案 就要将它关锁七天 到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它 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 就要定它为不洁净 使大麻风的灾病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 没有在皮上发散 乃是发案 是起的火毒 祭司要定它为洁净 不过是火毒的痕迹 无论男女 若在头上有灾病 或是男人 胡须上有灾病 祭司就要查看 这灾病现象若深于皮 其间有细黄毛 就要定它为不洁净 这是头戒 是头上 或是胡须上的大麻风 祭司若查看头戒的灾病 现象不深于皮 其间也没有黑毛 就要将掌头戒灾病的 关锁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灾病 若头戒没有发散 其间也没有黄毛 头戒的现象不深于皮 那人就要替去须发 但他不可替头戒之处 祭司要将那掌头戒的 再关锁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头戒 头戒若没有在皮上发散 现象也不深于皮 就要定它为洁净 他要洗衣服 便成为洁净 但他得洁净以后 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开了 祭司就要查看他 头戒若在皮上发散 就不必找那黄毛 他是不洁净了 祭司若看头戒已经止住 其间也长了黑毛 头戒已然痊愈 那人是洁净了 就要定他为洁净 无论男女 皮肉上若起了火斑 就是白火斑 祭司就要查看 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 这是皮上发出的白选 那人是洁净了 人头上的发若掉了 他不过是头秃 还是洁净 他顶前若掉了头发 他不过是顶门秃 还是洁净 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 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 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秃处 或是顶门秃处 祭司就要查看 他起的那灾病 若在头突处 或是顶门突处 有白中带红的 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 那人就是长大麻风 不洁净的 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 他的灾病是在头上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蓬头散发 蒙着上唇 喊叫说 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他便是不洁净 他既是不洁净 就要独居营外 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 无论是羊毛衣服 是麻布衣服 无论是在经上 在尾上 是麻布的 是羊毛的 是在皮子上 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或在衣服上 或在衣服上 皮子上 筋上 尾上 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这灾病若是发绿 或是发红 是大麻风的灾病 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 把染了灾病的物件 观索七天 第七天 他要查看那灾病 灾病或在衣服上 经上 尾上 皮子上 若发散 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 这灾病 是蚕食的大麻风 都是不洁净了 那染了灾病的衣服 或是经上 尾上 羊毛上 麻衣上 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他都要焚烧 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 必在火中焚烧 祭司要查看 若灾病在衣服上 经上 尾上 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没有发散 祭司就要吩咐他们 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 再观索七天 洗过以后 祭司要查看 那物件若没有变色 灾病也没有消散 那物件就不结尽 是透重的灾病 无论正面 无论正面反面 都要在火中焚烧 洗过以后 祭司要查看 若见那灾病发案 他就要把那灾病 从衣服上 皮子上 经上 尾上 都撕去 若仍陷在衣服上 或是经上 尾上 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这就是灾病诱发了 必用火焚烧 那染灾病的物件 所洗的衣服 或是经 或是尾 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 若灾病离开了 要再洗 就洁净了 这就是大麻风 灾病的条例 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 麻布衣服上 经上 尾上 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可以定为洁净 或是不洁净 利未记 第十四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长大麻风 得洁净的日子 其力乃是这样 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司要出道 营外查看 若见他的大麻风 痊愈了 就要吩咐人 为那求洁净的 拿两只洁净的火鸟 和香柏木 珠红色线 并牛西草来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 盛火水 把一只鸟 宰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 祭司要把他和香柏木 珠红色线 并牛西草 一同占于宰在火水上的鸟血中 用以在那长大麻风 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 就定他为洁净 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 求洁净的人 当洗衣服 剃去毛发 用水洗澡 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禁营 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 居住七天 第七天 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 与胡须 眉毛 并全身的毛 都剃了 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和一只没有残疾 一岁的母羊羔 又要把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三 为素剂 并由一罗格 一同取来 行洁净之礼的祭司 要将那求洁净的人 和这些东西 安置在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 献为赎千祭 和那一罗格油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把公羊羔宰于圣地 就是宰赎罪祭生 和凡祭生之地 赎千祭要归祭司 与赎罪祭一样 是至圣的 祭司要取些赎千祭生的血 摸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 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 站在左手的油里 在耶和华面前 用指头弹七次 将手里所剩的油 摸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摸在赎千祭生的血上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 要摸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 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祭司要献赎罪祭 为那本不洁净 求洁净的人赎罪 然后要宰凡祭生 把凡祭和宿祭 献在坛上 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 就要取一只公羊羔 做赎千祭 可以摇一摇 为他赎罪 也要把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一为宿祭 和由一罗格一同取来 又照他的力量 取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鸽 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凡祭 第八天 要为捷径 把这些带到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交给祭司 祭司要把赎千祭的羊羔 和那一罗格油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宰了赎千祭的羊羔 取些赎千祭生的血 磨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把些油 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左手里的油 在耶和华面前 用右手的一个指头 弹七次 又把手里的油 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赎千祭之血的原处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 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 献上一支斑鸠 或是一支除鸽 就是他所能办的 一支为赎罪祭 一支为凡祭 与肃祭一同献上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 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 预备构树的条例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 为业的迦南地 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 有大麻风的灾病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 据我看 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 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 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 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 他要查看那灾病 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 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 现象挖于墙 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 把房子封锁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再去查看 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 就要吩咐人 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 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也要叫人刮房内的自围 所刮掉的灰泥 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又要用别的石头 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 要另用灰泥漫房子 他挖出石头 刮了房子 漫了以后 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 祭司就要进去查看 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 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 是不洁净 他就要拆毁房子 把石头、木头、灰泥 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 在房子封锁的时候 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 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 房子慢了以后 祭司若进去查看 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 就要定房子为洁净 因为灾病已经消除 要为洁净房子 取两只鸟和香柏木 珠红色线并牛西草 用瓦器盛火水 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把香柏木、牛西草、珠红色线 并那火鸟都站在被宰的鸟血中 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 要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西草 并珠红色线洁净那房子 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 这样洁净房子 房子就洁净了 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投介 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 以及阶子、玄、火斑所立的条例 指明何时为洁净 何时为不洁净 这是大麻风的条例 历位纪第十五章 伊赫华对摩西亚伦说 你们小玉以色列人说 人若身患漏症 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他患漏症 无论是下流的 是止住的 都是不洁净 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 所做的雾也为不洁净 凡摸那床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那座患漏症人所做之雾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若患漏症人 涂在洁净的人身上 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 也为不洁净 也为不洁净 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拿了那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 没有用水刷手 无论摸了谁 谁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 所摸的瓦器 就必打破 所摸的一切木器 也必用水刷洗 患漏症的人 痊愈了 就要为洁净自己 计算七天 也必洗衣服 用活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要取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厨戈 来到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把鸟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上 一只为赎罪祭 一只为凡祭 因那人患的漏症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人若梦遗 他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用水洗全身 无论是衣服 是皮子 被精所染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用水洗 若男女交合 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用水洗澡 女人行精 必污秘七天 反摸他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女人在污秘之中 凡他所躺的物件 都为不洁净 所做的物件 也都不洁净 反摸他床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反摸他所做什么物件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在女人的床上 或在他做的物上 若有别的物件 若有别的物件 人一摸了 必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 染了她的污秽 就要七天不洁净 所躺的床 也为不洁净 女人若在 经期以外 患多日的血漏 或是经期过长 有了漏症 她就因着漏症 不洁净 与她在经期 不洁净一样 她在患漏症的日子 所躺的床 所做的物 都要看为不洁净 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 反摸这些物件的 就为不洁净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女人的漏症若好了 就要计算七天 然后才为洁净 第八天 要取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厨戈 带到会墓门口 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只 为赎罪祭 一只为凡祭 因那人血漏不洁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你们要这样 使以色列人 与他们的污秽隔绝 免得他们玷污我的账目 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这是患漏症和梦夷而不洁净的 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 无论男女 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 历未记 第十六章 亚伦的两个儿子 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死了之后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帽子内 到柜上的施恩座前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亚伦进圣所 要戴一只公牛犊为赎罪计 一只公绵羊为凡计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 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要束细麻布袋子 头戴细麻布冠冕 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身 然后穿戴 要从以色列会众 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计 一只公绵羊为凡计 亚伦要把赎罪计的公牛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 安置在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为那两只羊捏鸠 一鸠归于耶和华 一鸠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捏鸠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赎罪计 但那捏鸠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赎罪计的公牛带来宰了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盛满火炭 又拿一盆倒戏的香料 都带入蔓子内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又在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七次 随后 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计的公山羊 把羊的血带入蔓子内 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他因以色列人猪般的污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理 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 也要照样而行 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 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 他出来 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 在坛上行赎罪之理 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 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 也要用指头把血 弹在坛上七次 洁净了坛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猪般的污秽 使坛成圣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 并坛献完了赎罪祭 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 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猪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待到无人之地 亚伦要进会幕 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 放在那里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 穿上衣服出来 把自己的繁迹和百姓的繁迹献上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赎罪祭生的汁油要在坛上焚烧 那放羊归于阿萨谢勒的人 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进营 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 即带入圣所赎罪 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 将皮 肉 粪 用火焚烧 焚烧的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进营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骨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捷径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捷径 拖尽一切的罪迁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 这为永远的定力 那寿高揭续他父亲 承接圣职的祭司 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 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谈 行赎罪之礼 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 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载公牛或是绵羊羔 或是山羊 不拘载于营内营外 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账目钱献给耶和华为贡物 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 他流了血 要从民中捡除 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 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 带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交给祭司献于耶和华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坛上 把枝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要小欲他们说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献凡祭或是平安祭 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 那人必从民中捡除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吃什么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捡除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 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都不可吃血 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也不可吃血 凡以色列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 必放出他的血来 用土掩盖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 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什么活物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 就是他的生命 凡吃了血的 必被减除 凡吃自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都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到了晚上才为洁净 但他若不洗衣服 也不洗身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利未记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 那里人的行为 你们不可效法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人的行为 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例 按此而行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我是耶和华 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 亲近他们 我是耶和华 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 羞辱了你父亲 她是你的母亲 不可露她的下体 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 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你的姊妹 不计是一母同父的 是一父同母的 无论是生在家 生在外的 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 不可露你孙女 或是外孙女的下体 露了他们的下体 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 你继母 从你父亲生的女儿 本是你的妹妹 不可露她的下体 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 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 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 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 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 羞辱了你伯叔 她是你的伯叔母 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 她是你儿子的妻 不可露她的下体 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 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 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 又露她女儿的下体 也不可娶她孙女或是外孙女 露他们的下体 他们是骨肉之亲 这本是大恶 你妻还在的时候 不可另娶她的姊妹 做对头露她的下体 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 不可露她的下体 与她亲近 不可与灵舍的妻行淫 玷污自己 不可使你的儿女 精火归于摩洛 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不可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 这本是可憎恶的 不可与兽银河 玷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站在寿前 与她银河 这本是逆性的事 在这一切的事上 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 因为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猎帮 在这一切的事上 玷污了自己 连地也玷污了 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 那地也吐出它的居民 故此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 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都不可行 在你们已先居住那地的人 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地就玷污了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 地就把你们吐出 像吐出在你们已先的国民一样 无论什么人 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 必从民中检除 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 就是在你们已先的人 所常行的 以致玷污了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历位记第十九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也要守我的安息日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 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 要献得可蒙悦纳 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 若有胜到第三天的 就必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再吃 这就为可憎恶的 必不蒙悦纳 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 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 那人必从民中捡除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搁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盗 不可欺骗 也不可彼此说谎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事 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 也不可抢夺他的物 雇工人的工价 不可在你那里过夜 留到早晨 不可咒骂笼子 也不可将半角石放在瞎子面前 只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 不可偏护穷人 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 只要按照公义 审判你的邻舍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 也不可与邻舍为敌 致之于死 我是耶和华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总要指摘你的邻舍 免得因他担罪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守我的律力 不可叫你的牲畜 与异类配合 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 种你的地 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 做衣服穿在身上 婢女许配了丈夫 还没有被赎 得释放 人若与他行淫 二人要受刑罚 却不把他们制死 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 那人要把赎签计 就是一只公棉羊 牵到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用赎签计的羊 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 他的罪就必蒙赦免 你们到了迦南地 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 就要以所结的果子 如未受割礼的一样 三年之久 你们要以这些果子 如未受割礼的 是不可吃的 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 全要成为圣 用以赞美耶和华 第五年 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 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 不可用法术 也不可观照 头的周围不可剃 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 我是耶和华 不可辱墨你的女儿 使她为娼妓 恐怕地上的人专项淫乱 地就满了大鳄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 敬我的圣索 我是耶和华 不可偏向那些 娇鬼的和行巫术的 不可求问他们 以致被他们玷污了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白发的人面前 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 就不可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坐过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 在持 秤 升 斗上 也是如此 要用公道天平 公道法马 公道升斗 公道秤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我是耶和华 历位记 第二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还要小遇以色列人说 凡以色列人 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 总要治死他 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剪除 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 玷污我的圣所 亵渎我的圣名 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 本地人若扬违不见 不把他治死 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 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 都从民中剪除 人偏向骄鬼的和行巫术的 随他们行邪淫 我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民中剪除 所以你们要自杰成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力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凡咒骂父母的 总要治死他 他咒骂了父母 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 与临摄之妻行淫的 奸夫淫妇都必致死 与继母行淫的 就是羞辱了他父亲 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与儿妇同房的 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 他们行了逆轮的事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人若与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 他们二人行了可赠的事 总要把他们致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人若娶妻并娶妻母 便是大鳄 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 使你们中间免去大鳄 人若与兽淫河 总要致死他 也要杀那兽 女人若与兽亲近 与他迎合 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 总要把他们致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人若娶她的姊妹 无论是一母同父的 是一父同母的 彼此见了下体 这是可耻的事 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 被剪除 她露了姊妹的下体 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妇人有月经 若与她同房 露了她的下体 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 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缘 二人必从民中剪除 不可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 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 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人若与伯淑之妻同房 就羞辱了她的伯淑 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 必无子女而死 人若娶弟兄之妻 这本是污秽的事 羞辱了她的弟兄 二人必无子女 所以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 把你们吐出 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可随从 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 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 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 流奶与蜜之地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所以 你们要把洁净的 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 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 不洁净的禽兽 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 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民 无论男女 是娇鬼的 或行巫术的 总要制死他们 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利未记第二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 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 儿女 弟兄 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 才可以沾染自己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 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剔除胡须的周围 也不可用刀划身 要归神为圣 不可亵渎神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火迹 就是神的食物 是他们献的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娶被修的妇人为妻 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 所以你要使他成圣 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 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墨自己 就辱墨了父亲 并用火将他焚烧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 头上倒了膏油 又承接圣植 穿了圣衣的 不可捧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挨尽死尸 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 不可出圣索 也不可亵渎神的圣索 因为神高油的冠冕在他头上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处女为妻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 都不可娶 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 不可在民中辱墨他的儿女 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尽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他鼻子的 肢体有余的 折手折脚的 驼背的 矮瘫的 眼睛有毛病的 长选的 长戒的 或是损坏肾子的 都不可尽前来 祭司亚伦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尽前来 将火迹献给耶和华 他有残疾 不可尽前来献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 无论是圣的 至圣的 他都可以吃 但不可尽到 慢子前 也不可就近 坛前 因为他有残疾 免得亵渎我的圣所 我是叫他成圣的 耶和华 于是 摩西小玉亚伦和亚伦的子孙 并以色列众人 历位纪第二十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 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给我的圣物 免得亵渎我的圣名 我是耶和华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身上有污秽 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圣物的 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 我是耶和华 亚伦的后裔 反掌大麻疯的 或是有漏症的 不可吃圣物 只等他洁净了 无论谁摸那因死尸 不洁净的物 或是遗经的人 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 爬物 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 摸了这些人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若不用水洗身 就不可吃圣物 日落的时候 他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吃圣物 因为这是他的食物 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他不可吃 因此误会自己 我是耶和华 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轻忽了 因此单罪而死 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凡外人不可吃圣物 寄居在祭司家的 或是故宫人 都不可吃圣物 倘若祭司买人 是他的钱买的 那人就可以吃圣物 生在他家的人 也可以吃 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 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 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 或是被修的 没有孩子 又归回父家 与他青年一样 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 只是外人不可吃 若有人误吃了圣物 要照圣物的元术 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祭司不可亵渎 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 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 自取罪孽 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育亚伦和他子孙 并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 凡献贡物 无论是所许的愿 是甘心献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做凡祭的 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 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献上 如此方蒙悦纳 凡有残疾的 你们不可献上 因为这不蒙悦纳 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 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甘心献的 所献的 必纯权无残疾的 财蒙悦纳 瞎眼的 折伤的 残废的 有流子的 掌选的 掌戒的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也不可在坛上 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公牛 是绵羊羔 若肢体有余的 或是缺少的 只可做甘心祭献上 用以还愿 却不蒙悦纳 甚至损伤的 或是压碎的 或是破裂的 或是善了的 不可献给耶和华 在你们的地上 也不可这样行 这类的物 你们从外人的手 一样也不可接受 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 因为这些都有损坏 有残疾 不蒙悦纳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财生的公牛 或是绵羊 或是山羊 七天当跟着母 从第八天以后 可以当贡物蒙悦纳 作为耶和华的伙计 无论是母牛是母羊 不可同日宰母和子 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 要献得可蒙悦纳 要当天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 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 亵渎我的圣名 我在以色列人中 却要被尊为圣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 耶和华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 第二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裕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六日要做功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当有圣会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耶和华的节期 就是你们到了日期 要宣告为圣会的 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无教节 你们要吃无教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日是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 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使你们得蒙悦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这捆摇一摇 摇这捆的日子 你们要把一碎 没有残疾的功绵羊羔 献给耶和华为繁祭 铜献的素祭 就是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二 作为新香的火祭 献给耶和华 铜献的电祭 要求一心四分之一 无论是饼 是烘的子粒 是心碎子 你们都不可吃 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贡物 带来的那一天 才可以吃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和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 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又要将新宿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 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假教 烤成两个瑶记的饼 当作初熟之物 献给耶和华 又要将一岁 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 供牛毒一只 供绵羊两只 和饼一同奉上 这些与铜献的素祭和电祭 要作为繁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做新乡的伙祭 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两只一岁的公棉羊羔 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这些 和初熟麦子做的饼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 归给祭司的 当这日 你们要宣告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尽填脚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七月初一 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脚做纪念 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七月初十 是赎罪祭 你们要守为圣会 并要刻苦己心 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什么功都不可做 因为是赎罪日 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当这日 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中剪除 凡这日做什么功的 我必将它从民中除灭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守这日 为圣安息日 并要刻苦己心 从这月初九日晚上 到次日晚上 要守为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运以色列人说 这七月十五日 是祝鹏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七日内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第八日当守圣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是严肃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是耶和华的节七 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七 要将火祭 烦祭 宿祭 祭物 并奠祭 各归各日 献给耶和华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 又在你们的贡物和所许的愿 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 就从七月十五日起 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第一日 为圣安息 第八日 也为圣安息 第一日 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 和棕树上的枝子 与茂密树的枝条 并合旁的柳枝 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欢乐七日 每年七月间 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立 你们要住在棚里 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 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 摩西将耶和华的节七 传给以色列人 《立位记》第二十四章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为点灯 倒成的青橄榄油 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贵的蔓子外 亚伦从晚上到早晨 必在耶和华面前 经理这灯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立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 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 烤成十二个饼 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 要把饼摆列两行 每行六个 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 又要把净乳香 放在每行饼上 作为纪念 就是作为伙计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 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 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 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 他们要在圣处之 为永远的定立 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 是至圣的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埃及人 一日鲜游在以色列人中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亵渎了圣名 并且咒诅 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 他母亲名叫士罗密 是弹支派迪伯利的女儿 他们把那人收在尖里 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 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小玉以色列人说 反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 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 必被致死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 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 也要照样向他行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同归一利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 摩西小遇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明的人 带到营外 用石头打死 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行了 历尾纪第25章 耶和华在西乃山 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第七年 地要守圣安息 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遗落自长的庄稼 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 要给你和你的仆人 婢女 雇工人 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 也要给你的牲畜 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七年 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 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 你要大发绞生 这日就是赎罪日 要在遍地发出绞生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第五十年 要作为你们的喜年 这年不可耕种 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喜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是地中自出的土产 这喜年 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 你若卖什么给林社 或是从林社的手中买什么 彼此不可亏复 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 向林社买 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 年岁若多 要照数加添价值 年岁若少 要照数减去价值 因为他照收成的树木 卖给你 你们彼此不可亏复 只要敬畏你们的神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的律力 你们要遵行 我的典章 你们要谨守 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地必出土产 你们就要吃饱 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你们若说 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土产 吃什么呢 我必在第六年 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 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 你们要耕种 也要吃晨凉 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 你们还吃晨凉 地不可永迈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履 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地 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 卖了几分地业 他至尽的亲属 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 他自己渐渐富足 能够赎回 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 把余圣年数的价值 还那买主 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倘若不能为自己 得回所卖的 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 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地业要出买主的手 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 卖了以后 一年之内可以赎回 在一整年 必有赎回的权柄 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 这城内的房屋 就定准永归买主 世世代代为业 在喜年 也不得出买主的手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 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 可以赎回 到了喜年 都要出买主的手 然而立位人 所得为业的诚意 其中的房屋 立位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立位人 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 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 到了喜年 就要出买主的手 因为立位人 诚意的房屋 是他们在 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 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 因为是他们 永远的产业 你的弟兄 在你那里 你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 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 借粮给他 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 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 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你 不可叫他向奴仆 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 像故宫人和寄居的一样 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严地狭管他 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 婢女 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和他们的家属 在你们地上所生的 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 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 要永远从他们中间 捡出奴仆 只是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严严地狭管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 或是寄居的 若渐渐富足 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那外人 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 可以将他赎回 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博叔 博叔的儿子 本家的尽知 都可以赎他 他自己若渐渐富足 也可以自赎 他要和买主计算 从卖自己的那年起 算到喜年 所卖的价值 照着年数多少 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 就要按着年数 从买价中 偿还他的暑假 若到喜年 只缺少几年 就要按着年数 和买主计算 偿还他的暑假 他和买主同住 要向每年雇的工人 买主不可严严地 狭管他 他若不这样背熟 到了喜年 要和他的儿女 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 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历位纪 第26章 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 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 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 按什么赞成的石像 向他跪拜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 敬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诫命 我就给你们降下石雨 叫地生出土产 田野的树木 结果子 你们打粮食 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 要摘到撒种的时候 并且要吃得饱足 在你们的地上 安然居住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 你们躺卧 无人惊吓 我要叫恶兽 从你们的地上熄灭 刀剑 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你们要追赶仇敌 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 你们五个人 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 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 我要眷顾你们 使你们生养众多 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 你们要吃晨凉 又因新凉挪开晨凉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 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 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恶 叫你们挺身而走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的诫命 厌弃我的律力 厌恶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 背弃我的约 我带你们就要这样 我必命定金黄 叫眼目干瘪 精神消耗的劳病 热病 挟制你们 你们也要白白的撒肿 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 我要向你们变脸 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 恨恶你们的必侠管你们 无人追赶 你们却要逃跑 你们因这些事 若还不听从我 我就要为你们的罪 加七倍惩罚你们 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又要使赴你们的天如铁 宰你们的地如铜 你们要白白的劳力 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 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 不肯听从我 我就要按你们的罪 加七倍降灾于你们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 到你们中间 抢吃你们的儿女 吞灭你们的牲畜 使你们的人数减少 道路荒凉 你们因这些事 若仍不改正归我 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 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被约的仇 聚集你们在各城内 将瘟疫在你们中间 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我要折断你们的账 就是断绝你们的粮 那时必有十个女人 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 按分量撑给你们 你们要吃也吃不饱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 却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发烈怒 行事与你们反对 又因你们的罪 惩罚你们七次 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 也要吃女儿的肉 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毯 砍下你们的日相 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 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 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赏 我也不闻你们心香的香气 我要使地成为荒场 住在旗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 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 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 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 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 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 你们的地荒凉 要享受众安息 正在那时候 地要歇息享受安息 地多时为荒场 就要多时歇息 地这样歇息 是你们住在旗上的安息年 所不能得的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 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 心惊胆怯 叶子被风吹的响声 要追赶他们 他们要逃避 向人逃避刀剑 无人追赶 却要跌倒 无人追赶 他们要彼此撞跌 像在刀剑之前 你们在仇敌面前 也必站立不住 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 仇敌之地 要吞吃你们 你们剩下的人 必因自己的罪孽 和祖宗的罪孽 在仇敌之地消灭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和他们祖宗的罪 就是干犯我的那罪 并且承认自己行事 与我反对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 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 那时他们未受割离的心 若谦卑了 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我就要纪念 我与雅各所立的约 与以撒所立的约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并要纪念这地 他们离开这地 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 就要享受安息 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 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 虽是这样 他们在仇敌之地 我却不厌弃他们 也不厌恶他们 将他们进行灭绝 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 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 他们的先祖 是我在列邦人眼前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要做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些律例 典章和法度 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在西南山 借着摩西立的 列位记第二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裕以色列人说 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 归给耶和华 你估定的 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 要按圣索的评 固定价银 五十色克勒 若是女人 你要固定三十色克勒 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 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色克勒 女子固定十色克勒 若是从一月到五岁 男子你要固定五色克勒 女子固定三色克勒 若是从六十岁以上 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色克勒 女人固定十色克勒 他若贫穷 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 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 固定他的价 所许的弱势牲畜 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贡物的 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 都要成为圣 人不可改换 也不可更换 或是好的换坏的 或是坏的换好的 若以牲畜更换牲畜 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 若牲畜不捷径 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贡物的 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 祭司就要固定价值 牲畜是好是坏 祭司怎样固定 就要以怎样为事 他若一定要赎回 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 加上五分之一 人将房屋分别为圣 归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固定价值 房屋是好是坏 祭司怎样固定 就要以怎样为定 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 若要赎回房屋 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 加上五分之一 房屋仍旧归他 人若将成寿为业的几分地 分别为圣 归给耶和华 你要按这地 撒种多少固定价值 若撒大麦一赫梅尔 要估价五十摄克勒 他若从喜年 将地分别为圣 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 倘若他在喜年以后 将地分别为圣 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 所胜的年数 推算价值 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 将地分别为圣的人 若定要把地赎回 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 加上五分之一 地就准定归他 他若不赎回那地 或是将地卖给别人 就再不能赎了 但到了喜年 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 就要归耶和华为圣 和涌现的地一样 要归祭司为业 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 不是承受为业的 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 给他推算到喜年 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 归给耶和华 到了喜年 那地要归麦主 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圆主 凡你所估定的价银 都要按着圣所的平 二十纪拉为一社科乐 唯独牲畜中投生的 无论是牛是羊 既归耶和华 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 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价值 加上五分之一赎回 若不赎回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价值卖了 但一切涌现的 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 给耶和华的 无论是人 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 都不可卖 也不可赎 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 凡从人中当灭的 都不可赎 必被至死 地上所有的 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是树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 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凡牛群羊群中 一切从帐下经过的 每地十只 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不可问是好是坏 也不可更换 若定要更换 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 都要成为圣 不可赎回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 为以色列人 所吩咐摩西的命令